大黄也是终于来大货了 只要大针雕啊 应该有个四星左右 上一个网的这个位置 其实还挺不错的 补到了挺多的鱼货 而且还有三条大黄鱼 所以就准备这个位置 重新放个网下去 放的也不是很多 就放了十几二十片鱼网下去而已 等到最后面才拉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哪吒娃哥 先是准备过去拉第二个网啊 第一个网之外 可以已经上个大黄鱼了 特别是有一条要两斤以上 还有好多这个白花鱼 收获是挺不错的 然后希望第二个网也收获好一些 然后现在快到达网的位置 准备把网拉上来 第二个网是大网 看能不能捕到大条的大黄鱼吧 最近偶尔都会有大条大黄鱼出没 没有大黄鱼的话 来几条海红帮也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 大网你就上几条大货也凑合啊 并喊着大网最怕的就是空网了 也是经常这样子 好了网拉上来了 希望接下来大祸多多啊 大网居然来了一条白花鱼 大网也是放在深水区啊 证明这底下的白花鱼数量 应该挺多的 而且白花鱼还挺大条 不过大网始终是大网啊 不可能拉到一整群的白花鱼啊 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大网也是终于来大祸了 只要大真雕啊 应该有个四星爪诱 儿后又是连续的不上鱼货啊 偶尔来一条白花鱼而已 一条不够的话 那就来两条咯 和魔鬼鱼 还来了一条魔鬼鱼 也是非常久的时间 没有捕到魔鬼鱼了 不过这种魔鬼鱼也不值钱 而且肉质也不好吃 不知道怎么处理 最后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它放生了 因为实在也不值钱 又不好吃 放置也占位置 就把它放生了 大王捕到小鱼货 他就是这样子 直接掉出来了 不过真的除了几条 这种白话鱼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鱼货过来了 后面 还在等着他来 大黄鱼跟大红帮呢 估计要失望了 白话鱼到真的来的不少 这个大王也是奇了怪了 好吧 就这样子 这个王也就拉完了 大王也就上了两条大货而已 一条针交一条魔鬼鱼 还把另外一条魔鬼给放生了 第二个王也是大王了 第二个王是大王 鱼货就比较少啊 进海的大王就是这样子 外海都是这样子 更不要说进海了 上了针钓啊 有一条魔鬼鱼 那条魔鬼鱼就挺大的 针钓也算是可以吧 上了几条白话鱼 收获一般般吧 能值个小几百块钱 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王 希望下一个王能上大黄鱼吧 本来想着大王能上几条这种大条的大黄鱼 但是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 大王没有大黄鱼 那只能把大黄鱼的希望寄托在小王了 所以就希望小王能上几条大黄鱼过来弥补一下吧 怎么感觉这边的海水是越来越清湿了啊 海水清湿拉上来黄鱼就会比较白湿 海水浑浊的话拉上来的黄鱼就会比较近湿啊 现在两条白花鱼 我觉得现在风浪已经过来了 船开始特别的摇晃了 偶尔都会有那么一点浪花直接打到了脸上过来了 比早上刚出海的浪感觉已经是大了很多了 难道今天的白花鱼放烂了 连续的来了挺多的白花鱼过来啊 而且一来都是两三条两三条这样子的 现在浪越来越大 床特别的摇晃 我要站好浮稳了 赚不赚到钱无所谓啊 安全第一才重要 感觉现在全都是白花鱼怎么也没其他的过过来啊 还来了一条纳鸽鱼 这条纳鸽鱼挺大条的 而且是又肥又大条的这种啊 这么大的纳鸽鱼拿来打鱼丸是挺好吃的 拿来吃的话肉质就显得比较粗糙一些 而且鱼翅也比较多 小鸣鱼一条 抓好的大黄鱼咋还没过来了 你们安排一下可好 安排你们的表兄弟也过来喝泡茶嘛 别光顾着你们自己出来玩嘛 也叫一下你们的表兄弟一起啊 出门玩不带上你们的表兄弟 显得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啊 全是白花鱼 这是怎么回事哦 其他的一块也没有 数量一多白花鱼就真的很廉价了 一来都是一大群的啊 看来每人要分一大袋回家吃了 这底下肯定是有白花鱼的鱼群的啊 一来都是三五成群的 也有可能今天的白花鱼比较放烂啊 上一次怎么就没有遇到这么多的白花鱼啊 也是奇了怪 这次真的是在近海拉网拉出了外海的感觉啊 有时候的外海拉网还没有这一次多呢 所以也不能说近海的一跃之言不好啊 只能说你网没放到位而已啊 或者说你放网的时候他们不出来活动 杀鲸鱼就比白花鱼好吃的多 而且也要比白花鱼好卖的多 上面是来了摇村子鱼啊 我说这个网的村子鱼怎么这么少 第一个网的村子鱼可是挺多的哦 而且还挺大条 没有大黄鱼你来几条大村子鱼也挺不错的嘛 怎么通通来白花鱼啊 而且这些白花鱼来都是一大串的 浪也是一个接一个过来了 准备加快速度拉完了 这个季节补鱼也就是这样子啊 也是扛着风浪前行啊 渔民为了赚几块钱也是拿个命在海上漂泊 又是一条村子鱼 这条村子鱼就比前面那条大一些 也肥一些啊 终于也是来了一条大村子鱼啊 没有大黄鱼大村子也可以 这么大的村子鱼一斤也是要一百多块钱啊 还是可以的 十九宫十九宫 黄丁邦一条 这黄丁邦也是挺大的啊 八两道一斤 好的就这样子 这个网也就拉完了没有大黄鱼啊 后面还有两个网啊看能不能拉到大黄鱼吧 这一个网拉完了 这一个网没什么收获 都是白花鱼比较多啊 村子鱼都比较少啊只上了两条而已 其他的鱼话都不多啊 十九宫啊还有什么 螃蟹什么的都不多啊 然后现在我们过去拉下一个网了 希望下一个有大黄鱼吧 好了下一个网的视频下下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 我是拿到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